歡迎您收看頭髮氣象 我是安又齊 國內的AZ還有莫德納疫苗 現在傳出即將斷煉的疑慮 導致民眾出現了一波 國產疫苗的強打潮 而截至我們錄影為止呢 登記要施打高端疫苗的民眾 已經逼近百萬了 也因此呢 食藥署呢 昨天是這個緊急放行 這個高端疫苗的封肩 而且呢 另外一支國產疫苗 聯亞也傳出 雖然呢 這個緊急授權的部分呢 還要等待補件 不過呢 同時也在這個進行量產當中 當然最重要的都是希望呢 能夠在緊急的這個時刻呢 能夠及時的救援成功 因為呢 畢竟呢 這個國際的疫苗 下一波什麼時候還能夠到貨 確實有不少的民眾呢 還是蠻焦慮的 更何況呢 就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高端疫苗的緊急授權的會議上 傳出呢 有不少的專家質疑 高端疫苗對於南非 還有印度變種病毒的保護力比較差 那如果打三劑的話 能不能夠解決這個情況呢 而且呢 這個國際的疫苗 難道就沒有這種情形嗎 不過台北市長 柯文哲卻表示 如果他是總統的話呢 他才不會拿國人的生命來開玩笑 而且還大酸民進黨啊 說呢 民進黨的對國產疫苗是投襲一半了 現在看起來是非幹不可了 真的是這樣嗎 國產疫苗能不做嗎 這個能夠說叫做硬幹嗎 好 另外呢 我們提到了疫情也不能夠忘記哦 我們中南部現在很多地方都在淹大水哦 而且呢 現在這個今年的第九號颱風 盧碧呢 這兩天也可能要成型了哦 那未來對於台灣的這個影響會是什麼呢 對於中南部的大水會不會雪上加霜呢 今天我們特別請到氣象專家 來為您解析這個未來的走勢哦 好 另外呢 就是這個奧運的部分 奧運進行到現在哦 這個小粉紅因為輸不起四處征戰啊 現在呢 連小S跟蔡依林都受到了波及哦 不過呢 小粉紅的這些動作 他們的不可理喻 似乎也起了反效果 因為看在很多國家的眼中呢 他們覺得簡直是不可思議 反而更堅定了 要幫台灣證明的決心啊 好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林均謝 各位觀眾好 財經專家徐新皇 又嬌大家好 資深任記者王世綺 大家好 好一開始我們當然還是來關心哦 這兩天傳出呢 國內的疫苗庫存 好像真的不夠了 有不少人真的蠻擔心的 因為國外的這個Delta病毒呢 現在虎視眈眈哦 那台灣到底準備好了沒有哦 因為呢 我們看到了 我們邊境一定要守好哦 還尋屬最近就查獲了 這個偷渡客 蠻嚇人的哦 這是在安平外海查到了人蛇船 船上八個人竟然就七個人染疫 而且全部都是Delta病毒哦 還好沒有進來哦 那另外呢 有一起這個境外移入的這個個案呢 也是打完兩劑BNT疫苗之後呢 一樣感染了Delta病毒的哦 好另外呢 則是嘉義工廠呢 也爆發了這個群聚感染的案件哦 總共累積了12個人確診哦 這工廠老闆也是打完疫苗之後呢 依舊染疫哦 那部長陳時中說呢 這個案例呢 就跟這個北部的特殊群聚案呢 也是有關係的哦 那另外呢就是雙北今天終於開放 這個餐廳內用了哦 那柯文哲說呢 解封以後呢 台北市就正式進入深水區了 如果未來餐飲業者呢 有不符規定的狀況 最高可以罰到1.5萬哦 而且坦言接下來的父親節呢 將會是一個最大的考驗哦 不過呢 這個考驗要如何度過 現在大家都覺得呢 最終還是要靠疫苗 可是我們看到了 現在全台灣的827萬人次 打疫苗之後 含概率雖然達到了34% 不過跟這個很多先進國家比起來 當然這個覆蓋率還是不夠的哦 但所以我們來看 國內現存的疫苗呢 現在AZ只剩下117萬 今天又打掉一點了 莫德納呢 則是剩下68.9萬哦 那第五輪的疫苗預約開始呢 就是以莫德納為主哦 現在初步次開放一到三類 以及孕婦要接種 第二劑的這個莫德納哦 那部長陳時中呢 也談言 現在確實在考慮 要拉長莫德納兩劑的 之間的這個 間隔的這個時間哦 那感染科的專家 黃立民則說 間隔時間拉長 其實影響並不大啦哦 但問題是打完兩劑之後 才會有這個高達 九成的保護力 就怕兩劑之間的空窗期呢 還是會有染疫的 這個風險哦 好 那現在國內呢 如果真的缺疫苗的話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說 國產疫苗很重要哦 因為不用看別人的臉色 我們就可以隨時的 這個補上哦 但是呢 這個高端到底能不能夠 這個及時的應急 因為畢竟呢 這個EUA Goal才剛開始了哦 那這個昨天呢 其實食藥署呢 已經把四批高端 完成了封肩檢驗 總共呢高達26.5萬劑哦 那這個部長陳時中呢 也被問到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打國產疫苗呢 他則說 還是要累積到 五六十萬劑 之後呢 才能夠開打哦 但是呢 這個高端疫苗呢 昨天呢 這個臨時 緊急放行哦 讓他封肩 外界也有話說 柯文哲呢 就質疑這個緊急授權的過程 他說呢 高端還沒有解盲 就簽採購合約 才解盲 馬上就有緊急授權 然後就納入 施打疫苗的計畫 他說已經氣到 不想講話了 還說台灣有高端和聯亞 為什麼就高端 是特別的呢 然後高端呢 馬上就要上線了 柯文哲也酸了 台灣最厲害了 不用買疫苗 也不代工疫苗 這就叫賭國運 他說啊 如果我是總統的話呢 要賭也不會拿 國民生命去賭啊 而且呢 對於現在到底缺不缺疫苗 這件事情 奇怪了 他又好像不缺疫苗了 他說呢 EUA是緊急狀況授權 可是現在疫情趨緩啦 他說呢 這個閩南話呢 就叫做 民進黨現在是 投履一半啊 看起來 國產疫苗 是要硬幹到底了 那國民黨的 立任黨團呢 則說 陳時中 為高端護航 通過緊急授權 這根本就是 先射箭再化吧 不過關於這一點 也這個 請教學委 因為確實部長陳時中 昨天也坦言 像國際的疫苗 因為他們在外面 都已經打了上億劑了 所以他的製程 已經非常穩定了 那我們高端疫苗 要這個 及時的來救援的話 那包括了批次 還有檢驗的刺激 其實都還不夠多啦 所以才會導致說 我們現在該不會連 國產疫苗都要等很久吧 我們的國產疫苗 照理來講 應該要 還要等一段時間啦 多久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我們 我知道是現在 目前已經在加減 在做了啦 那我是講一下 為什麼那個柯文哲 最近會有很多事情 我本來今天是要跟柯文哲 拍拍手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今天終於 他開放那個餐廳內用 對不對 那因為他說 北市 台北市在疫調跟隔離 匡列的話 可以cover到 所以他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要開始開放 那可是他也講過說 他有一個餐廳開放的內用標準 他說現在台北市 進入深水區 他也把那個侯友宜 新北市一起拉進來 壯壯膽 對不對 那好 你講這個 我本來說要拍拍手的 可是他又講說 現在柯文哲又講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你現在明明知道 就是說高中還沒有 時機解盲 就採購合約 我就跟你講 這個是時間性的問題 對不對 我先買 陳時中說得很清楚 他說買了 如果沒有過的話 沒有過的話 那這個材料費 就是從簽約金裡面扣 如果認賠 對不對 這個就是為了要加緊他的時間 上市的一個 一個那個時程 即時補上 對對對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之前有講說 8月9月會有一個疫苗空窗期 那現在果然到了這個空窗期 因為這個說實在 這疫苗多少 這眼睛看就知道 他們算的就知道 你如果台北市的國小 加減懲處可以算算的 不用懲處 你會加減 你就知道一定不夠的 那不夠沒關係 我們現在要趕快 國產疫苗上市 就是要銜接這個 我在乎的不是說 你現在解盲EUA 或納入施打計畫 或什麼樣 我不在乎這個 我在乎的是這個疫苗 打在人體上面 會不會出現任何狀況 那現在就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人在網路媒體上面 就開始在講 他說朋友就是試驗的 他說打了之後 有發燒 有不舒服 有什麼副作用 奇怪 你們朋友煮 你怎麼會知道 好那沒關係 即使有一些副作用的話 那也是在一個 可承受範圍之內 那柯文哲今天就講得很嚴重 他就告訴你說 台灣最厲害 不買不代工 叫做賭國運 他說他如果是總統的話 也不會拿國民的生命 去賭 那你講這個前半段 我都相信 不買不代工 那不是不買 是買啊 他買來啊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 譽就不來 不代工問題是好 那你說你要代工對不對 你一天到晚想著說 總統他如果是總統 他不會這樣 你看他從語氣之中 就說假如我是總統 你看 對不對 總統夢一直做到現在 你還說不選總統 這哪有可能 你連假如如果我是總統 你這種話都講得出來 好啦假如你是總統的話 那你問我 你怎麼解決 你說要代工 問題是你了解 台灣的那個生產鏈的產能有多少嗎 台灣有多少盤點多少 那個生技科公司 有辦法可以產生這些疫苗出來嗎 問題是一般人的公司有沒有意願去做嘛 所以你這個你只說你要代工 你要做什麼 問題是你現在講這些東西 其實民進黨就是很壞啦 他就是執政黨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疫苗不夠 就是缺疫苗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趁這個機會就開始講嘛 對不對 他就是要突顯你民進黨執政的困境 就是在疫苗這一點上面就是不行啦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總之外一句話 他還是在講就是突顯疫苗短缺的困境啦 那我覺得說為什麼獨厚高端 其實高端 說實在話我們一直知道說 他是一個戰備支援嘛對不對 戰時的那個能支援 那今天很多東西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高端在這個審查過程中 我只要求食藥署跟衛福部 你真的要好好把關啦 那其他東西的話 我覺得我真的我就看以後 你如果有什麼東西啊 包括那個郝龍斌跟那個楊智良 他不是去告了嗎 那你告說行政術院 好那沒關係你去告 很多事情留待之後司法調查 或者各種 說實在話時間久了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樣的話 有沒有黑箱有沒有什麼東西 時間久了一定會水落石出的啦 那其實我說實在話 台灣目前真的 在疫苗短缺的情況下 要更強的一個防疫措施舉動 你看美國CDC就講說 Delta病毒的傳染力 你剛才又其一開頭就講了 海形署抓到那些 全部都是Delta病毒 恐怖對不對 你如果沒辦法 你的邊境管制 是不是強度要更強 你的人員防疫管制 是不是也要加強它的力道 那我想說美國CDC就講說 Delta的傳染力很恐怖 它是跟水痘差不多 你想想想 我們以前小時候在讀書的時候 班上一個人種水痘的話 大概一個禮拜之內 有一半的人都出水痘 這麼恐怖 都出水痘了 因為那個水痘 說實在很容易感染 你會常去尿去摸還是什麼 所以你看 第二大病毒就跟水痘的 那個感染力差不多 即使美國現在七成多的人 已經打過疫苗了對不對 可是幸好 它沒有死亡案例 到最近沒有什麼死亡案例 所以就跟你講說 台灣目前要打疫苗 要趕快打 那你說為什麼美國 打疫苗的人這麼少 我跟你講美國 你不要以為它是先進國家 美國很多偏遠的州 那個鄉下的老百姓 真的是名字不怎麼開的 他競爭有什麼賣主 他的理由很簡單 他說打了會影響生育能力 我好像沒有嘛 感染才會影響生育能力 打了怎麼會影響生育能力 還有人講說打了之後 因為莫德納 打了會變萬磁王 走到哪裡會吸鐵啊對不對 他說打疫苗 其實就是在傳播病毒 那另外還有人講說 那是因為那個是比爾蓋茲 為了要控制人類 所以疫苗裡面都有微晶片 那你也很厲害 所以很多說法很多 所以美國拜登總統 雖然他說在國慶日之前 要七成以上的人打對不對 也延後了一個多月 延遲一個多月才達到這個目標 那沒有關係 其實我是覺得說 台灣目前的疫苗 有高端的話 我還是再強調一遍 就是你高端疫苗 衛福部跟食藥署 你要嚴格的把關 至少它上市之後 有沒有效 我們現在不知道 我有一直在強調 有沒有效真的不知道 因為你打了人體夠多才知道 像美國那個AZ疫苗 BNT疫苗 也是因為打了上億人 所以才有那個資料出來 那問題是 你只要在這個把關過程之中 你覺得它的安全性沒有的話 也足夠的話 我是支持說 高端疫苗 趕快上市 至少這個是怎樣 安台灣人民的心 也讓執政黨至少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但是問一下這個時期 因為柯文哲也質疑說 高端疫苗這個緊急授權的過程 還沒解忙合約就簽了 才解忙馬上就有緊急授權了 然後現在馬上就納入這個疫苗施打計畫 他說他氣到不想講話了 那昨天他罵這個衛生局官員的時候 也是氣到不想講話 跟我說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你辭職好了 最近柯文哲心情不太好 但是呢他也講啊 他說如果他是總統 他說他才不會拿國命的生命去賭呢 可是我們不是講說 我們的這個國產疫苗 其實不作用是最低的嗎 到底誰拿生命去賭啊 其實高端疫苗這個產品 一路走來抹黑不斷 我覺得對於高端來說 也真的是蠻辛苦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去年的這一家報社 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場嗎 他登一篇這個報導 這個報導裡面有很重要的地方 這個是徐清皇畫的 這個重點就是說 扶植國內疫苗廠不是光靠嘴巴說 要有行動具體的行動力 來力挺國內的疫苗廠商 率先簽訂採購合約 讓業者可以無後顧之憂 不然到了這個今年 他就說明年中 國際疫苗又買不到 國產疫苗持續難產 這樣子我們不是就沒有疫苗了嗎 然後再加上國民黨的蔣萬安 我明日之星有沒有 他說政府不可以只出一張嘴 我們要給錢 我們要縮短時間 我們要讓他這個做人體試驗的數量縮短 不用做那麼多人 因為我們為了要加強這個上市的速度 國產疫苗好讚 我們要加油 對 這是去年的狀況 今年的狀況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今年都說不行 你炒股票 不行你做人體實驗 你這個草菅人命 不行你根本就是先射箭再畫吧 奇怪怎麼講的都是同一群人 你去年到今年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你為什麼可以立場這麼反覆 而且你去年說我們要複製國產疫苗 你要先簽約啊 趕快買啊投入經費 執政黨不是就按照你的指令去做了嗎 對啊所以投入經費啊 所以趕快簽約啊 趕快趕快購買啊 這樣子還要被你罵 到底是要怎麼回事 聽你話被你罵這個像話嗎 那我們來看看國際上面是怎麼做的 國際上面的這些 不管是BNT莫德納AZ 他們自己先生產了之後 同步進行審查 在進行EUA的這個審查之後 你看看他們開始接種的日期 跟他拿到EUA緊急使用 緊急授權的時間 短短的三天啦 五天的啦 那這些怎麼可能沒有量產 一定投入的嘛 在進行EUA的這個審查之後 你自己看 看他們開始接種的日期 跟他拿到EUA緊急使用 緊急授權的時間 短短的3天啦 5天的啦 那這些怎麼可能沒有量產 一定投入的嘛 那所以就是要先購 先量產然後簽約購買 然後趕快進行EUA 這樣你才可以搶時間 所以我覺得過程之間 其實你可以看出一個主軸 這個主軸就是為了 為了要扯這個後腿 扯執政黨的後腿 他必須要維持一個 疫苗不夠這樣子的狀態 只要疫苗不夠 他才有洞可以打 他才可以進行攻擊 不管怎樣就是因為疫苗不夠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疫苗快要夠了 因為我們有自產的啦 不行 自產的這個 這個是不合格的 這是草菅人命的 這是先射箭再畫靶 我覺得這樣子就沒有 就沒有溝通的 沒有講道理的空間存在 因為不管怎麼做 你都會反對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 作為一個理性問政的政治人物 都不可以這個樣子 國民黨是這個樣子 柯文哲也應該是這個樣子 更何況現在我們也得看看國際上面 其他國家的情況啊 現在這個輝瑞莫德納都說要漲價 一個要漲25% 一個要漲10% 所以他一劑的價錢 大概合台幣就是七百塊錢 六百五十塊到七百出頭 這樣子的價錢 好那他要漲價之後呢 南韓怎麼怎麼講呢 南韓他有沒有疫苗代工 有耶我們不是有一筆AZ就是從南韓飛過來的嗎 他們有疫苗代工 可是呢他們就說沒辦法 因為現在國際上面的這些疫苗價格都漲價了 這件事情會使得我們在國際上搶購這些疫苗 增加非常多的不確定和困難點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國產的自製疫苗至關重要 其實不只是南韓啦 日本知不知道自己自製疫苗很重要 知道啊 那日本有沒有代工 日本也有代工啊 所以大家都急著在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不要去求人嘛 希望不求人 我們有自己的疫苗 自己研發出來的主控權就就在我手上 我就不會一切都得看人家臉色啊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只有臺灣只有臺灣有自製疫苗的能力 卻被人家黑成這樣 我所所謂的人家是自己人啊 是被自己人黑成這樣 就一副見不得臺灣好 見不得臺灣疫苗充足 見不得臺灣能夠有自製疫苗 來補這個補這個疫苗的這個洞 這個心態我覺得太奇怪了 如果你是為了要攻擊執政黨的政策 然後很新的把臺灣疫苗自給自足的安全的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打到臭打到爛 打到讓大家都不信賴 我覺得那真的是歷史的罪人啦 不過問一下這個東豪啦 因為這個雙北呢 今天終於開放這個餐廳內用了 那柯文哲說呢 這個開放之後呢 解封等於正式進入了深水區 那這個深水區到底是什麼意思 而對於這個國內疫苗 現在看起來呢 真的有點青黃不接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北市府也大酸啊 哎呦我們都已經準備好 要給老人家打第二劑疫苗 北市府什麼準備都做好了 但是關鍵是中央的疫苗就沒有來啊 但是其他的現實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啊 而且當這個部長陳時中現在已經在考慮喔 兩劑疫苗中間是不是要把這個時間拉長喔 這確實呢 就也就透露了 我們現在疫苗可能真的不足的問題 你怎麼看 我們先講這個餐廳內用的問題啊 我早就講過了 他們一定會慢一個禮拜 餐廳內用這件事情 如果你再不開放 對 就倒閉了 倒閉的結果 不管是侯友宜的講 不管是柯文哲的講 他都承受不起 因為 當其他的縣市開放內用 只有雙北沒有開放內用的時候 如果餐飲業者因為這樣子而倒閉 最後最後這一個禮拜他沒撐住 他怪誰 當然怪侯友宜跟柯文哲 因為什麼 他會形成一個全台灣的對照組 有兩個是不開放延後一個禮拜 其他的開放陸續在開放當中 所以他就會產生對照組 你知道如果我是因為最後一個禮拜 我撐不過去 我會怪誰 不要以為一個禮拜很短 一個禮拜很致命的 因為餐飲業他非常依靠 依賴現金流 你要光靠外帶是不足以支撐他的收支平衡 基本上大體上來講中央防疫 防疫中心的策略還是比較對的 那我直接不客氣的講 因為柯文哲柯市長的話你聽聽就好 因為他他雖然是台大急診部主任 但是他這次在疫苗防疫這件事情上尤其在六七月講錯了很多事情 甚至不客氣的講他講到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什麼意思就是說他前一天講的跟後面幾天講的會完全不一樣 我沒有能力判斷 就是說我們講話我們這事情的判斷一定有一個邏輯 我們一定有一個基本規則 可是柯文哲柯市長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尤其從五月底以來 很多講話其實顛身倒視的 甚至自己打自己嘴巴他都無所謂 他說我們台灣最厲害了 不買疫苗不代工 在賭國運啊 如果不買疫苗 那我打的A率是什麼 我們A率兩種嘛 一個人家捐了一個自己買的 莫德納也是一樣捐了跟買的嘛 台灣確實沒有代工 唯一的是說沒有代工 沒有代工 代工沒拿到是40 然後再過來 所以中間的空中期就要靠高端靠聯亞 那我為什麼講說 我們有自己的國產啊 因為昨天那個食藥署已經公佈了那個專家會議紀錄嘛 我裡面看到有一句話我看的很有興趣 因為他們高端他們在美他們做動物實驗叫做恆河喉 印度恆河的猴子 你不要以為那是隨便的猴子 你要做人體實驗之前的動物實驗指定要用恆河喉 因為他跟人的DNA最接近 那那一隻猴子你不要開玩笑 那一隻猴子要兩百萬 哇兩百萬一隻猴子 那你以為自己靠一隻嗎 不是他不是只有一隻猴子 那我們在哪裡做這個動物實驗在美國 在美國做的不是在台灣做的 他們是一組人飛過去做那個實驗 那裡面有一個數據 當然恆河喉跟人跟我們人人人人人類直接去面對病毒 當然還是有點不一樣 可是他們在做測試測試的時候 有一組數據就是南非病毒 還不是Delta 他們對南非病毒的數據 如果照專家會議裡面 某一位教授的看到的說法 顯然那個表現還不錯 我當然我這個意思不是說 高端的疫苗可以對付這個南非病毒 不是這個意思 是說他們在做科學上的努力 那有關於這些疫苗的事情就留給科學家 留給專家去處理 可是就政治人為講疫苗的事情 哪怕你是醫生 不要亂講話 我用一個板子給大家看 為什麼說不要亂講話 因為有一些跟醫學無關的 柯文哲柯市長最近有講說第二劑怎麼打 因為不是講沒有疫苗嗎 可是第五輪其實要發 第五輪裡面就有莫德納 他說怎麼樣 比照第一輪直接交給地方 交給地方大家記不記得一件事情 到現在沒有答案叫好心肝 好心肝為什麼在一個晚上發那麼多疫苗出去 他最後怪誰 怪衛生局的官員 哭哭哭啼啼的 不要做更好 對 不要做好了 就你當一個首長 衛生防疫這件事情 你一定會把它當成第一藥物 你當成第一藥物的時候 你怎麼會放任衛生局在那種狀況之下去亂發疫苗 然後你最後你怪你的局長沒有處理 什麼沒有人知道 如果今天柯市長不是台大 急診部的主任 他沒有他不是個醫生 對 我們說他不知道就算了 這是很諷刺的一件事情 醫科是他的本科 他最起碼他一定念過公衛 對 局長 好像局長是他找來的 也是台大醫生還是他的老師 但是我們科市長說 第二劑交給他打 他到時候亂發你怎麼辦 再舉一個例子 還是跟疫苗 他最近在講 他也是要舉在八十億去買第三劑 打第三劑什麼意思 對 今年打兩劑第一劑第二劑 打兩劑明年再打一劑 第三劑 陳時中買了三千六百萬劑的疫苗 你可以說明後年到貨 那叫什麼 那叫第三劑或第四劑 也就是說明年如果要打 那叫第三劑 後年還要打 叫第四劑 他要舉債 對 你可以買 你買到了 要不要政府授權 政府授權完了 什麼時候到貨 他又會回到郭台銘 郭董他們那個問題 然後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他之前在十六號的時候直接講 在開他下午三點半的政論裡面 他的記者會裡面講 講說他看了洪海 因為羅志強市議員說 他可以透過雙層論壇去買VNT 柯文哲當時你現在可以上網去找 他的原文原音都還在網路上 看洪海台積電的情況我去買困難多了 你透過雙層論壇去買還會困難多了 那是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回過來看 為什麼說柯文哲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把他當藝人 你不能太認真 你要舉債八十億去買第三劑 第三劑什麼概念 我們現在是2010年的8月初 第三劑的意思是到2022年的事情 你現在去花錢舉債買第三劑 陳時中買的那些算什麼 所以柯文哲講的這句話 你該認真嗎 他在講一個告訴你明年的事情 明年的第三劑 所以關鍵在哪裡 關鍵是搶貨不是買 對 然後關鍵是陳時中自己今天也講的 怎麼樣把那個時間排出 那個到貨時間排出來 所以他今天趕快去簽 紅海跟台積電 還有這個慈濟 買BNT的那個緊急授權 所以我們自己的疫苗政策來講 你如果要聽聽柯文哲的 你會天下大亂 問一下這個訓憲 這個柯文哲有講 他說這個高端疫苗 總之他意思就是不相信 他說這個明明就是民進黨 這個要推國產投替一半了 現在沒辦法了 只好硬幹到底了 其實就算是硬幹 他是一個戰備物資 難道不對嗎 就像時期講的 我們可以不能 我們可以沒有自己的 這個國產疫苗 因為剛剛時期也特別提到 你看現在BNT啦莫德納 都說我現在效果更好啦 所以我現在要漲價啦 而且我們不要忘了 我們三大民間團體 台積電鴻海跟這個慈濟 都已經訂了 訂了之後現在疫苗 不知道什麼時候 都最快九月啦 然後現在要漲價了 後續會不會影響 大家都很擔心喔 所以你怎麼看 這個柯文哲這樣的一個說法 說他如果是總統 他才不會拿國民的這個生命去賭 沒有人會拿國民的生命去賭 政黨要負責任 而且疫苗這個東西 是馬上就受到檢驗 你打了馬上有沒有效果就知道 不是說幾年以後 我們才要去找誰來負責 所以柯文哲說的 他如果當總統的話 那不然請問柯文哲 如果你當總統 你怎麼處理疫苗的問題 現在全世界確實都在搶疫苗 對 所以如果有國產疫苗 對於我們對抗疫情 甚至其實啦 對於我們如果行有益力啦 我們真的也是可以幫助其他人 就好像我們去年疫情的時候 我們用口罩 用我們一些防疫物資一樣 你看巴拉圭不是被中國整嗎 買了國藥疫苗 他就搞你啊 現在突然給你停了 我不賣給你了 對全世界現在的疫苗 大概有二十一支疫苗 都在申請 所謂的WHO的一個認證 也就是說大家都要搶 對這二十一支疫苗 很多國家現在都知道 非發展不可 對 那臺灣的高端啊 從國民黨要求要發展到現在啊 立場反反覆覆 反而每天痛罵國產疫苗 其實國民黨的論點 大概就是高端沒有做完三期啦 等等 什麼EUA緊急授權的問題 國民黨過去長期執政啊 他其實有很多經驗 他也有很多的相關人才 可以去請教 我舉一個人 國光升級的董事長 詹啟賢 詹啟賢當過衛生署長 國策顧問 滿久競選時候的總幹事 來兼過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他本身又是一屆的大佬 他這一次他也有生產 國光也有參與生產國產疫苗 只是他後來沒有做出來 二零零九年 臺灣一九萬萬萬的流感疫苗 就國光做的 當年啊 他還沒有做人體試驗 馬英九就下單給國光 國光靠當時政府給他的一千萬劑的 一九萬萬萬的流感疫苗 他才可以順利上市 營收一年就增加了八倍啊 我怕就開始飛升了 人體試驗才剛做 政府就買了 零期零點五期就開始打 連一期二期都沒 還什麼二期 政府就開始施打了 為什麼 因為馬正文當時認為緊急EUA 就是說情況特殊的狀況 這本來就是一個政府的授權 國民黨可以去請教 詹啟賢這種一屆大佬 他對這個非常懂非常瞭解 請問馬政府當時怎麼去處理流感疫苗 連一期都沒做了 零點五期就開始打了 現在台灣的高端疫苗 他這個技術 現在大概其實我們可以了解 也在這二十幾支疫苗裡面 在申請WHO 包括Coronavax 他在申請美國 歐洲的一些認證 那不管如何 國產疫苗太重要了 大家知道美國 昨天多少人確診 差不多十萬 九萬八千個人確診 英國兩萬五千個人確診 日本將近一萬個八千四百個 新加坡小小新加坡一千多 一百多個 那很多國家 尤其像這些國家 疫苗都打得非常高 比例打得非常高 疫情還是會爆發 對 所以這個武漢肺炎非常難對付 那我們確實需要國產疫苗 國產疫苗有沒有效果 他只要通過政府認證的EUA 這就是所有人的意見 通通在那個地方 不是就是說大家認為 這個東西可以緊急授權來使用 對 只要政府緊急授權使用 那請問為什麼不能打 國民黨現在講一些 有的沒有理由 什麼他開會 開會沒有公開透明 他說現在開那什麼 緊急會議好像在猜燈迷一樣 你反對就是反對到底 國民黨最常舉的例子就是美國 美國當時審核Moderna Fiber的那個緊急授權使用的會議 現場直播啊 結果開完會通過了 吵成一團 當時在野的民主黨大罵 包括那時候在野就選舉總統前 拜登 甚至包括一些民主黨的州長 那嗆聲說絕對不打Moderna 像紐約州長最著名的 我紐約州絕對不打Moderna 他已經設定好就是不要你這個疫苗 這是政治上的一個立場的對決 執政難跟在野黨 所以這是政治問題不是科學問題 我管你討論的什麼數據 我已經設定不相近就不相近 所以在現代的數字上學界有支持的 坦白講也有反對的 那這個就是政府的選擇題 這不是是非題啦 不是什麼好人壞人 什麼柯文哲講的會拿國民生命去賭 誰敢拿別人的生命去賭 這個就是政府選擇 那你政府就是要負責 你常常用美國當例子 美國就是這樣子啊 那國民黨呢 他什麼疫苗都罵 唯一沒有罵大概就是第一個 中國做的那什麼科興那些爛疫苗 以前國民黨最常舉的例子 說臺灣一定不能排斥中國疫苗 一刀對國民黨人不是說 中國疫苗來他們願意打 就通通跑去偷打AZ 那國民黨舉的例子就是新加坡 你看新加坡都准中國的疫苗施打 還好臺灣沒有用 因為新加坡沒有採用中國疫苗 新加坡最近宣佈打過科興疫苗都不算 不算打過重來 以前國民黨最常舉的例子 說臺灣一定不能排斥中國疫苗 一刀對國民黨人不是說 中國疫苗來他們願意打 就通通跑去偷打AZ 那國民黨舉的例子就是新加坡 你看新加坡都准中國的疫苗施打 還好臺灣沒有用 因為新加坡沒有採用中國疫苗 新加坡最近宣佈打過科興疫苗都不算 不算打過重來 效果那麼差 而且聽說六個月以後身上都沒抗體 巴西南美洲一些國家 中國送給你打了 打完以後每個國家確診 確診都創新高 國民黨從來沒罵過 這麼爛的中國疫苗 他從來沒講過 還有一個就BNT 國民黨只要罵他疫苗以後他就說 他吵著他要去買BNT 為什麼國民黨吵著要買BNT 不是BNT有多省啊 每個疫苗都有他的優點 也都有他的缺點 全世界打BNT一個國家 斯達利大概全世界普吉利最高 超過八成 以色列 以色列 你是打BNT打了全國現在爆炸起來了 確診人數每天飆高 所以打疫苗以外 當然防疫還有其他的配套出事 所以可以聽專家的話 大家可以來用科學上的討論 絕對不能聽國民黨的話 就希望你執政黨越喘越好 這是必然人性對政治的一個檢驗 但是問他這個清皇 因為這個確實高端的這個緊急授權的 這個專家會議的這個紀錄出來之後 確實有專家是表明了講說 這個他們認為高端對於這個印度變種 跟南非變種 這個效果是比較差的 可是事實上呢 只有高端是這樣嗎 國際疫苗難道不一樣嗎 那不然的話 為什麼那麼多人打了國際疫苗之後 他不也是一樣是確診了嗎 那這個現在到底是 這個國際疫苗一個普遍的情況嗎 還是特別是高端是這樣啊 這是一個國際疫苗普遍特別的情況 而且我們政府有統計喔 就光是從境外移入的病例裡面 至少有七例 他是打過完整的兩劑疫苗的 其中好幾個還是打的是輝瑞的疫苗 也就是說他打過兩劑完整的輝瑞疫苗 但是他還是出現確診的狀況 那目前我們看到的是給各位看一下 你大概就可以發現這個國際疫苗 對於這個變種病毒株的 他的保護力下降是很正常的 那你先看看這個報導裡面 這則裡面提的其實很完整 他就告訴你說 在日本的有一項研究 他裡面看到說針對輝瑞的疫苗呢 看起來這個完成兩劑接種之後呢 英國變種病毒株的保護力 他往下降 然後對Delta的他也往下降 那你看下面我們把它畫起來給你看 他對英國變種病毒株跟印度株Delta的保護力 只剩下一半 那南非株呢只剩下三分之一 目前聽到各國的那個主要的疫苗 對南非株的保護力下降是最多的 所以這個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是什麼呢 你也可以看到這個是以色列自己的研究 因為以色列我們都知道 以色列跟我們的疫苗策略最大差別是什麼 以色列的疫苗策略是全國都輝瑞 那我們台灣呢他的我們的疫苗策略是多元化布局 什麼意思就是我們有莫德納 我們有AZ 然後我們有國產疫苗 但是你看到以色列是重壓在輝瑞BNT上面 所以以色列你看他自己的研究 他就很重視為什麼 因為反正如果出事情一定全國都出事 如果能保護全國都保護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他們對於Delta的防護力只剩下39%而已 所以這兩天你可以看到以色列 很多人一直在講說要打第三劑 那麼以色列的官方也有人出面帶頭要打第三劑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保護力下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對於變種病毒保護力下降呢 其實在這個國產疫苗裡面跟國際疫苗裡面 看到都有一致的狀況 這並不是怎麼值得意外的事情 拿出來大作文章才是值得意外的事情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你可以看到專家會議紀錄裡面 也要求高端要做一件事啊 要求高端要說 你這個要針對變種病毒株的部分 趕快補強研究 然後做出對策嘛 因為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嘛 國際間的主要疫苗場也是 我現在疫苗打到目前這個階段 後面變種病毒的部分 趕快拿出對策嘛 所以你看喔 我們國產各位不要忘記有兩家 一家是高端 一家是聯亞 所以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話 聯亞在六月下旬的時候 就做過一件事 他公布了一個數據 他公布的數據裡面 是聯亞把自己的疫苗呢 送到美國加州的衛生部病毒實驗室 去做的數據 那麼這個數據是做什麼呢 是做聯亞的疫苗 針對各種變種病毒株的效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這邊畫紅色的部分 這個是對原始的武漢株的效力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 我們先給各位看數字是261嘛 對不對 那你看到到這個β的部分 這一條β的部分 這個就是南非株 到南非株261只剩下多少 59.4 但是你看在旁邊的Delta喔 Delta的部分呢 261往下降只有降到211.9 下降反而是少的 也就是聯亞他當初是要告訴你說 我們的這個疫苗呢 對於Delta病毒株 相對的保護力還是不錯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 這國產疫苗喔 這個你看到現在在野黨的攻擊攻擊的 亂七八糟 但各位客觀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人家的表現狀況 其實還是不錯的 那更不用講為什麼今天需要國產疫苗 今天需要國產疫苗 今天需要國產疫苗就是因為 好了各位可以看到這一陣子出現狀況 我們當初在右期節目上跟大家講過 你如果依靠的都是進口疫苗的話 你會出現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 貨到不了怎麼辦 人家要缺貨斷貨怎麼辦 那為什麼講這兩件事情 第一個莫德納最近遇到的狀況 莫德納最近遇到狀況就是 實驗室到工廠端好像出了問題 他們自己評估最快也要 兩個禮拜到四個禮拜 才有機會恢復生產狀況 在這之前沒有庫存 那如果沒有庫存 請問他怎麼出貨給你 那這就是我們講的 他自己庫存他現在生產量就是不夠了 一大堆國家排隊等著跟他要 但是現在貨出不來 沒有產能交不出去嘛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AZ遇到什麼狀況 泰國疫情爆發 東南亞疫情爆發 印尼疫情爆發 各國也要跟AZ搶產能嘛 所以你看到的是AZ的狀況 之前還有人在講說 AZ是日本不打的疫苗喔 對不起 日本現在已經要開始打AZ的疫苗 而且把AZ納入成為日本公費施打的疫苗 所以現在AZ產能也缺啊 那AZ產能也缺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 連莫德納也缺 再加上各位不要覺得說 連BNT都可能會 產能很夠不會缺貨 錯 現在誰要開始要搶BNT 中國要開始搶BNT 你知道為什麼嗎 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現在中國也預例到 疫情爆發的情況 從南京路口機場開始 一開始說拓到五個省 後來說拓到15個省 然後到今天最新的 中國新增病例數呢 對外的官方宣稱九十幾例裡面 有六十幾例是屬於本土病例 所以你看到 中國專家學者會裡面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段紀錄 這個紀錄裡面告訴你什麼 他告訴你說中國裡面 你看這個疾病專家學者會議紀要 一個首席科學家裡面他所講的話 他說現在中國要擔心Delta病毒 可能是一次大流行的開始 那麼這大流行的開始呢 有兩個策略 一個是打第三針 第二個呢 他就是這個換個病 那個疫苗來施打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的疫苗被攻破了嗎 南京路口機場的人 都打了兩劑中國自己的國產疫苗啊 結果還是被攻破啊 然後南京一百多個病例裡面 有七例是重症 那尤其我們之前講過 打疫苗最重要是不要進入重症 中症的階段 結果沒想到南京這一百多例裡面 有七個他是進入重症的狀況 所以很顯然他的有效力 受到了質疑嘛 那麼這一段會議紀要裡面 有個很重要的結論 在這個地方你看 他這裡面告訴你說 這個兩個部分 一個是他說 這中國呢可能要考慮什麼 中國這裡你看喔 他要考慮做mRNA的疫苗 復興跟BNT合作的 所以他是告訴你什麼事情 中國需要BNT的疫苗嘛 那BNT現在缺疫苗的時候 你想想看你是中國政府 現在我疫情是他下面在燒 我需要的時候 你上海復興要提供台灣優先 還是提供中國優先 他一定給中國 當然一定給中國優先嘛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有可能連BNT的疫苗 都會遇到中國要搶禍的狀況嘛 那再來中國更擔心什麼事情 他擔心的是明年中國 要辦冬季奧運啊 冬季奧運要辦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外國人會到中國去 沒錯 那到時候是外國人傳給中國人 還是中國人傳給外國人 到時候疫情的防控 就是一個大問題了嘛 所以你會發現 中國現在在頭痛這個問題嘛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告訴過各位了 你看喔 莫達娜的疫苗可能會 現在已經出現缺貨的狀況 產能不夠的狀況 AZ疫苗會出現缺貨的狀況 現在連BNT的疫苗 中國都要跟你搶 那我請問你 在這個時間 如果你沒有國產疫苗 那你要到哪裡去找疫苗 來保護自己 所以國產的高端跟那個聯亞 兩家就顯得很重要嘛 所以讓國產疫苗兩家呢 怎麼樣把他的一二期實驗 把他補完整 然後把他會議記錄公佈出來 他EUA現在你看到高端過了 聯亞代審查 但是後面他開得出來產能 那個是對台灣的國安保障耶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去抹黑他是非常非常不治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抹黑他 你國外的又進不來 那我請問你台灣雙手一空 全世界你現在去跟哪裡釣貨 對 所以你當然要做的是 協助台灣的兩家國產疫苗 他能夠上路 然後能夠做到 符合我們台灣對安全的期待了嘛 白色的富康巴士淹沒在溪水中 車上三個人逃出車外 站在車旁的一處高地 水都已經淹到了胸部以上 隨時可能滅頂 這場大雨雨水也猛怪台南市區 從人孔蓋中噴發出來 噴水你看看 太誇張了吧 噴水耶 畫面當中這個地點是 台南市的育農路 車輛經過時水花漸起 有機車則是熄火拋錨 牽車在車陣當中相當的危險 大水不斷從新港鄉公所旁邊 這條道路流進來 鄉公所淺水淹到小腿肚 到公所洽工的民眾 受困在門口都談不得 嘉義奉天宮廟前 這個路口成了汪洋一片 但還是有車輛不聽勸阻 執意開過大水一下子衝進民宅 哇 沖水都倒了 都沒有辦法營業了 受到西南風激壓帶的影響 嘉義市區二號上午雨量驚人 北港路交流道寒冬下積水 市區多處道路交通也因為大雨受阻 好 剛才我們看到的呢 就是中南部很多地方 其實這兩天都在淹大水 除了疫情之外 我們當然還是要關心 這個中南部這樣一個情況 尤其今年第九號颱風 這兩天可能又要成形了 這個當然要問一下專家了 以目前整個低壓的環境看起來 那甚至對於這個中南部 未來的這個大水 會不會雪上加霜 這個颱風可能成形嗎 好 確實我們先看一下 過去的一個降雨 可以看到最大的一個降雨區 大概就是落在這個高坪的山區 你看一下嘉義雲林 還有臺中彰化 所以剛剛畫面當中看到 形容用水管 我覺得應該是一條大的水管 這個水管怎麼來 他是有強勁的這個西南汽流 這西南汽流碰到我們中央山脈的地形 就在整個中南部的山區 就到造成比較顯著的一個降雨 這樣的一個降雨 其實過去七十二小時最多 已經至少都七百以上的一個毫米 所以這樣的一個降雨 什麼時候會停 大家來看下一張的一個資料 下一張的資料 基本上上面是歐洲模式 再美國模式 雖然說模式之間 它的差別還是有 然後降雨的強度跟時間 也稍微不太一樣 等一下會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不過基本上我們看一下 從這個八月三號到八月七號 未來五天最強的降雨 還是在整個高坪山區 所以嘉義 臺南 高雄 屏東這些區域 它的降雨還是會持續 可能一直要到八月八號九號之後 它整個降雨相對才會比較趨緩 所以這個是未來中南部的朋友 真的還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雨真的已經下了非常非常多 至於就是說影響我們未來的這個降雨 最重要的天氣系統 我們來看下一頁的資料 其實是跟剛剛主持人提到的這個熱耐性D7R 我們來看一下臺灣在這裡 在香港外海這邊有一個第十一號的熱耐性D7R 這個D7R目前看起來 它有機會會發展成颱風 最快可能在這二四小時之內 有機會形成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說 為什麼模式的模擬降雨 它還是有一些差別 最主要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歐洲模式 這個美國模式 歐洲模式它做出在這個香港外海 這個熱帶性D7R它比較強 但是美國模式 它是在臺灣東方這塊熱帶性D7R做得比較強 所以它的差別就出現 另外為什麼我們說未來的天氣 要好天氣真的不容易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從這個菲律賓一直到臺灣東方 這都是一個大的低壓帶 所以大的低壓帶就是帶來非常不穩定的一個天氣型態 這樣的天氣型態 我們來看一下它取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在下一頁的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知道說颱風它要移動 一定是受到比較強的這個驅動力 這個驅動力就是所謂太平洋高壓 但是未來的預測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紅色這個是太平洋高壓 可以成為一個主導的力量 所以這個未來的這個熱帶性D7R 它的移動還是有一些變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變因是在這個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 北方這邊有一個高空的一個潮線 一般來講的話高空潮線 它好像就是空中飛人一樣 這個颱風如果說稍微上去一點 它這個潮線勾到它 它就可以往北走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個 要預報這個熱帶性D7R 它後面的一個趨勢 其實是有點難報 跟我們之前上一次的煙花颱風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就是不太好掌握 它的這個預報的一個走向 最主要就是整個氣流 它相對是比較複雜 是 不過博士剛才特別提到 在臺灣的這一邊有一個低壓 那另外這一邊好像也有 該不會有可能兩個颱風吧 確實我們如果參考這個歐美模式的這個 預報看起來 其實美國模式是把臺灣東邊這一顆的 熱帶性低壓爆的比較強 它會變成颱風 但是在南海這邊相對是比較弱的 熱帶性低壓 不過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它是一個大的低壓帶當中 所以兩個這個熱滴 它距離也非常非常近 所以也會產生所謂的兩個颱風 互相影響的藤原效應 藤原效應的影響 就比較會容易讓這個十一號TD 往南邊掉 然後我們的右手邊這個颱風 往北移 不過從預報趨勢看起來 這個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它會慢慢增強 它會增強 它就連動把這兩個第二代都往北台 對 再加上了 北邊有這個高空的一個朝線 所以目前看起來 這個熱帶性低壓 TD11號 未來它可能是朝著臺灣的這個 臺灣海峽這個方向在移動的機會 相對是比較大 所以未來真的是有可能有雙台的效應 對這個我們可以再觀察 因為現在模式它之間的一個差異性還是有 所以這個請教他這個專家 因為你剛才有特別提到 我們看到這整個這個低壓帶 受到很大的影響 是我們南部地區還是一定會受到影響嗎 然後未來的雨勢 是不是還是跟這幾天一樣那麼大 有沒有可能稍微趨緩一點 當然這個就取決於說這個熱帶性T7R 或是颱風 它未來的走向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下一頁的一個資料 下一頁的資料 我們先看氣象局的這個預報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盧比颱風未來大概是走到我們這個臺灣的這個臺灣海峽附近 沿著這個大陸的這個東南沿海這一塊移動 如果是走這樣的一個路徑 其實他對我們的中南部的影響 其實會非常非常的顯著 雨會非常的多 為什麼 因為颱風它是一個T7R的一個旋轉 他這邊等到這個八月五號六號七號 他上來的時候 他的偏強的這個西南季風 西南風颱風外圍的西南風就會對這個臺灣的中南部山區 特別是嘉義台南高雄坪洪山區 又會帶來非常大的一個降雨 目前看起來整個從這個各國模式的預報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是稍微比較不一樣的預報 是歐洲模式 他是往北走然後再往東走 不過基本上對大家的看法 大概都是朝向臺灣海峽這個地方上來 一般都認為他一定會經過臺灣海峽 對這樣的機會相對是比較高 那影響大囉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機率來看的話 除非有兩種狀況 對我們臺灣的影響就會非常小 第一個這個 這個第十一號的這個熱愛性低下 他可能就直接這樣上去 往北上去 被拉走 對 不要再勾出來 第二個如果說呢 他是往這個巴士海峽這邊移動 然後稍微拉到比較偏東邊一點 對我們的影響相對就比較少 不過基本上我們從各國模式 還有氣象局的預測 看起來其實整個降雨都對中南部會造成 比較大的這個影響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下一月的一個資料 下一月的資料 逐日的資料我想最近幾天 他的降雨有相對比較趨緩 但是八月五號六號七號八號 這個假期其實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他中南部 中南部的一個降雨是非常的一個顯著 所以提醒我們中南部的朋友 其實雨真的已經下了很久了 而且雨量也非常非常多 盡量不要到山區 如果說你是住在這個高風險的一個土石崩塌地區 最好趕快先撤離到山下一個一些親戚朋友的家裡面 會比較好 整個降雨呢 目前看起來到八月八八月九號八月十號之後 才會相對的比較緩和 那這還要撐好多天 對確實 所以我們如果說從這樣的一個情資上面來看的話 我想最後一張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張其實要跟大家做說明 就是從八月三號到八月十二號 基本上高風險區域就是在嘉義 臺南高雄屏東山區跟屏地都有機會 第二個熱區大概是在臺中還有苗栗跟彰化之間這一帶 所以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未來這幾天真的要非常注意這個熱愛性低氣 不管他有沒有變成颱風 只要他是走臺灣海峽這個路徑上來 對我們中南部的影響都會非常的顯著 另外呢 因為颱風是一個低壓的一個環流 他從這個海上吹上來 因為我知道很多中南部的這個農民朋友們 其實可能有一些這個作物 他這樣帶上來可能會 水氣會含有很多的這個緣分 所以呢也要留意這種嚴害 颱風帶來這種嚴害對農作物的影響 那想請教這個博士 那所以未來的這個熱帶低氣壓如果形成颱風的話 對於北部地區的影響是比較小的嗎 對基本上來講的話 只要他是走到這個臺灣海峽附近 大概對北部的影響相對是比較緩和 有一個例外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說他如果上來到了澎湖 澎湖這一帶 然後靠近臺灣的中部陸地 如果說是在臺中以北這邊 他又穿上來 登陸臺灣的這個中部苗栗以北的地區 這個時候北部的一個降雨 他就會相對會比較明顯 但是基本上來講 目前看起來走這個臺灣海峽這個方向 走的這個機會相對還是比較大 所以整個降雨的熱區其實還是以這個中南部為主 那這幾天這個北部地區的這個震雨 很蠻大的這個情況 也是受到這個低壓的影響嗎 對確實因為大低壓帶存在的時候 低氣壓它是一個比較不穩定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常常也在過去提醒大家 就只要大低壓帶籠罩 其實我們非常容易會出現一些午後的一個雷震雨 特別像最近幾天在北部地方 都是出現比較強的這種午後雷雨的狀況 但是講到臺灣的中南部淹大水 其實中國洪災現在更嚴重 第一大漠現在竟然變成大海了 更慘的是上次這個鄭州淹水 這次可能真的衝倒錫黃廟了 因為鄭州是習家軍的這個重鎮 但是這個過程荒腔走板 所以問一下學偉 反而成了反習派最好的題材了 現在全中國真的是 真的跟豆腐渣工程一樣 只要風吹草動的話 就會引起很大的災難 而且這個極端氣候造成的結果之後 說真的對習近平的政情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現在說中國第一大沙漠 塔克拉馬甘 他這個面積有多大 長度就約1100多公里 南北寬的話大概有五六百公里 這麼大一個面積的沙漠之後 最近竟然淹大水 那之前人家就講說 這個塔克拉馬甘沙漠 他其實被人家發現說 他有很大量的地下水 當初人家就講說 這麼大量的地下水 水量是多少 北美五大湖區蓄水量的十倍 這麼誇張上面是沙漠 對沙漠下面的地下水 竟然有這麼大的水 人家就在考慮說 可能有一天沙漠變海洋對不對 可是現在看起來真的 連老天爺都來挑戰誰大大 最近這兩年 你看塔克拉馬甘沙漠 很誇張的竟然淹大水 你知道嗎 人家講說因為極端氣候 旁邊的天山山脈 竟然狂下暴雨 那雨下下來之後 當然是往沙漠流 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極端氣候的話 整個氣溫上升之後 附近高山的高山雪水 全部都融化下來 那更不得了了 所以竟然在沙漠裡面 竟然變成海洋你看 而且這個沙漠的話 大家都知道 你水倒到沙裡面 它是不會蓄水的 往下一沉之後 難怪地下水這麼多 所以有一天真的 搞不好這個 中國的第一大沙漠 有一天真的會變成海洋 也說不定 這次水還真的多到 變小海洋了 你看這個沙漠 已經變沼澤了 看起來跟沼澤沒有兩樣了 那接下來講說 這一次的河南大水有沒有 你看動不動 暴風雨雷電有沒有 這個房子就不見了 而且30畝糧田馬上變成汪洋一片 30萬畝糧田 所以就跟你講說 現在只要有風吹草動的話 整個中國真的變成這樣 你看亂七八糟 那個水淤泥 全部都沖到人家家裡面 之前我們講說 這個死亡人數會攀升 對不對 因為在鄉下地方 根本很多地方是滅村之後 整個消息就把它封鎖掉 人家講說這個叫做亞巴村 就是說你不會說的就對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最近廣州也是啊 你看 廣州我們也知道說 最近有暴雨 還有颱風要來 所以那個新南汽油 在廣州造成很大的一個雨 你知道那一天你看那個 他們神舟路站 21號地鐵 竟然也出現了你看 這個場景好熟悉啊 那個水國櫻台 前幾天才告訴你說 鄭州地鐵 不是多少人 現在在廣州地鐵 還把水淹進來 那怕就怕死 大家都救命啊 逃命啊 淹水了 那趕快跑啊 那跑怎麼辦 幸好這一次 他們即使趕快把人員疏散 沒有造成死亡 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是一查之後 為什麼地鐵又會淹水 原來是擋土牆 又被大水一沖又倒了 真是又鬥不張 所以這跟鄭州的 那個一模一樣 人謀不張 就是你的擋土牆 根本沒有擋水的一個功能 那不幸的消息是告訴你說 NASA最近的一個 研究報告指出 他說其實大家講說 那個什麼極端氣候 淹大水 海平面上升 那個都是幾十年之後的事情 干我什麼事 反正我看不到 可是問題是 有生之年可能 就看得到一件事情 真假 NASA告訴你說 最近的月球活動 可能會造成 地球海平面上升的危機 而且這個危機是怎樣 他現在就告訴你說 2030年代開始 你就看得到了 這離我們差不多十年左右而已 十多年而已 2030年就看得到了 為什麼月球的活動周期 會導致洪水 你知道嗎 我們也知道說 所有的大海潮汐 就跟月球的那個 引力有關 引力有關 對不對 早來家就把引力吸過來 海水就會漲潮 走過去就退潮 那問題是從去年開始 總共出現他們所謂的 叫做高潮洪水 就是那個洪水海平面會特別高 為什麼 因為地球的海水擺盪 擺來擺去 你月球這種活動 是日以繼夜的一直在去 所以你知道嗎 他這樣走走走 你看去年一整年 全地球發生了 六百多次的那個高潮洪水 你知道嗎 誇張就是月球引力造成了 整個海平面上升 而且他越來頻率會越來越高 你知道嗎 加上極端氣候 本來極端氣候 就會讓海平面上升 對不對 我們講說那個南北極的 那個雪水融化之後 海平面上升之後 那你加上月球這樣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所以你的潮汐在那邊擺盪之後 擺過來擺過去 越擺越高 所以以後會造成說 沿海地區你那個 所有的建築物 跟所有的那個活動 有沒有 全部都會不見 誇張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常常會聽到說 沿海城市只要大潮來的時候 加上大雨的話 整個那個周邊 都全部都被沖回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月球的洪災 以後頻繁會更高 到了2030年以後 人家就講說 更常見了 對其實1972年 那個麻省理工學院 就有個研究報告指出 就是說到了2040年的時候 人類社會文明 會造成很大的一個破壞 會徹底的不見 好啦那我們講過 這全世界造成這樣對不對 那我們講回來中國好了 習近平前幾天河南洪災的時候 他在講說大水之後 可能會有疫情 大疫有沒有 那真的是糟糕了 旁邊整個 講了真的就發生了 你看 我跟你講說其實最近 中國大陸發生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他們的那個外交部 就是前面公告 前幾天才發布說 8月2號到8月13號 他們的例行記者會 將他停止 為什麼例行記者會 突然間停止 北戴河會議又開始了 神秘的北戴河會議 對 因為要召開北戴河會議 那最近北戴河的鐵公路 也就嚴加盤查 他們就有 之前就有記者說 開車過去之後 馬上就被抓起來 就說你不可以進來 攝影機不可以打 覺得你很危險 所以北戴河會議召開之後 大家講說北戴河會議很神秘 他要制定你中國未來的 那個大政方針 而且最重要的是 裡面的人員要開始鬥爭 因為現在很敏感的時期 是習近平明年 他要尋求第二個十年任期 那還不鬥 大戲上場了 為什麼人家就講說 第二個十年任期 黨內過去一直都有 零星的反對聲音 所以習近平會不會趁這個機會 關門放狗 把你這個反習勢力 全部都給幹掉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而且這一次 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 大概有50%以上的人 已經面臨到七上八下的 那個困境了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異動的人 大概有50% 就一半以上的人要癱瘓 那誰上誰下 大家就開始鎮壓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又是不是越一番的政治鬥爭 而且最近習近平的動作很奇怪 他竟然調動野戰部隊的那個 人員有沒有 進入中央警衛局 我們今天講說中央警衛局 就是中南海保鏢嘛 就是保護習近平 跟這些高幹的對不對 而且最近你看 他在八一的那個建軍 中共建軍之前 竟然發生了四個上將 大家覺得很不尋常 而且這個四個上將有沒有 更恐怖的是這四個上將 任期在新任的任期的話 都不到一年半年時間 就全部被換掉 所以頻繁的換將 就表示他的政權不穩定 沒錯 那另外一個是怎樣 你看最近有一個那個中央 中共武警的那個北京總隊的 那個司令叫做李維杰 他竟然在他們的共軍網站上面 寫了一篇署名文章 告訴你說要跟習近平效忠 這不就是此地無雲三百兩嗎 因為武警系統以前在江澤民時代有沒有 他抓不住軍隊就抓武警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武警系統 根本就是江家軍 這個時候司令員出來 今天說對習近平效忠的話 那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就是說我其實心裡面 不是那麼那麼那麼效忠習近平 而且他很怕被人家點名最記號 好那這些東西的話 而且剛才我們講說 河南這一次還有鄭州的大水有沒有 柔陽升跟徐立議 是被視為他那個省委書記 跟市委書記嘛 被視為是習近平的之江軍 新生新軍嘛對不對 那現在國務院說要調查 立案調查這個水犯的人謀不章有沒有 敢調查習家軍 當然這個就透出了一個很微妙的關鍵 你習家軍的人很差 所以你看這個問題是氛圍是不是很大 好那其實中國最近 為什麼習近平面臨這麼多 很多的問題你知道嗎 其實最近很多的傳聞 一直在傳聞出來說 包括你知道嗎 他們西部戰區的司令員 叫做張旭東的 還有一個中央戰略支援部 一個司令員叫做李鳳彪 還有前駐美大使崔天凱 三個人叛變或者是叛逃 那個傳聞不斷了 因為張旭東我就跟你講說 他當西部戰區司令的話 不到半年喔 而且他不是借零退休 他現在才59歲而已 那為什麼他總共換下來 他2020年才剛升上將 到信部戰區司令員 沒多久就會換掉 另外李鳳彪62歲 那這些人為什麼被想叛變 就是因為沒有發佈他的新職務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你看 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 也是真的是有夠誇張 包括你的宗教信仰都被人家 都被人家控制 甘肅這個紅城市有沒有 竟然那天他就告訴你說 逼生還俗有沒有 還有很多人那個一堆生女 幾十個生女就坐在那個寺廟門口 有沒有在那邊痛哭啊 為什麼 他說要拆的這個寺廟 原因是怎樣 因為當地的地方政府就看到說 喔你這紅城市不錯喔 最近才收了三十幾萬的那個善款 有沒有 他竟然就跟他講說 以後你收的善款 我們就對分啦 一人分一半 那個心態就是地方官員 就是能搶就搶 能撈就撈 和尚當然不答應啊 對對我捐給我的錢 為什麼跟你評分 好不評分的下場就是把你拆廟 逼你還俗你看 好 這麼多事情都已經在這邊的話 你覺得他今天 習近平的那個北戴河會議 他能夠安安穩穩的開過去嗎 所以我們就等著 接下來他的事情發展 不過講到 中國最近的這個洪災喔 難怪老天爺生氣了 因為這樣的國家 實在是不可理喻喔 我們講奧運的 最在乎的就是體育精神 但小粉紅可能疏毒的不夠多 難以溝通啊 小粉紅現在四處征戰喔 現在我們還有幾個大明星遭殃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屆東奧呢 確實喔 這個我們看到 中國的這個民族主義呢 非常的這個強烈喔 我們看到四處出征的 包括了 小S呢不過呢 這一次呢 大戰我們的這個奧運選手 只講了國手兩個字呢 就被中國網友出征 結果呢 現在呢小S呢 是連丟了四個代言 女兒都被一併封殺 他損失呢 一下子就少了三千兩百多萬喔 所以呢 這也顯見什麼呢 連中國企業都出手了喔 但是呢 碰到這樣的事情 小S呢到目前為止 沒有多說什麼 他只說先讓我 先讓我靜一靜好嗎 反而是S媽出來喔 說小S喔 剛被我和他老公 臭罵一頓喔 所以他心情很沮喪 現在被廠商終始代言了 也出乎小S意料之外啊 那小S也拜託 廠商跟網友 不要封殺他 媽媽出來求饒了喔 但是有用嗎 因為不只小S 久令蔡依林也被出征啊 他只不過轉PO了這個戴資穎 而且呢 還說戴資穎好棒棒喔 好想給他報警警 結果呢小粉紅就抓狂了 竟然想把戴資穎報警警 然後呢這個蔡依林 對林楊佩呢 比愛心也被出征 而且小粉紅怎麼說呢 小粉紅放話 除了小S 蔡依林之外 五月天林佑嘉 昆琳 都是不要尊嚴 沒骨氣的台獨藝人 通通給我滾出中國啊 而且呢他們現在呢這個玻璃心 真的很容易碎啊 像長了腳一樣 你看啊 像這個外國媒體 PO了這個幾張 中國選手奪牌的照片 他們也說PO這麼走的照片 根本就故意的 這個醜照辱華呀 然後呢連中國外廣的戰狼都出來了 連戰狼外交官呢 都出面加入了小粉紅的行列 痛批外媒 丟臉啊玩這種小手段 你看看放這個照片 能看嗎 你們不能欣賞一下 你們選手的利於美嗎 好 但是呢我們來看 本來呢講到這裡呢 你以為他們對自己的選手很好嗎 才不呢 告訴你啊 這個中國的選手呢 這個輸球之後呢 他們可以毫不留情啊 像這個中國的羽球南雙 不是敗給我們的這個林洋配嗎 拜託我們林洋配打得多好 敗也是應該的 就中國網友就大罵這個中國的選手 說一點鬥志都沒有 打得爛到家了 然後另外呢 中國的這個羽球選手陳龍呢 這一次呢 也被這個丹麥選手爆打 金牌霸業就此粉碎 中國網友就說 笑死人的 竟然被人家打成筛子 還有中國網友說 真窩囊真丟人啊 沒有人給這個 自己的這個選手呢 一點點這個鼓勵 這就是小粉紅啊 另外呢 中國的羽球選手陳雨菲 這個讓我們戴資穎拿到了銀牌 坦白講他那天表現是還不錯啦 但是中國網友卻說實力不行啊 太軟了 沒有觀賞性 這根本就是靠失誤在贏球 所以拿金牌又怎樣 也得不到掌聲啊 他不高興一樣 一樣這個給你出征喔 另外呢 中國女排這次未免不成呢 創下了奧運的最差成績 中國網友也火大 你們這些女排選手 都是因為呢 放在排練廣告上 還有精力去訓練嗎 好 但是關於這點 先問一下這個青黃啦 你怎麼看這次這個小粉紅出婚 整個大抓狂 當然有很多的外國媒體 也有形容說 這可能呢都是這個 之前中國的戰狼外交整個的延續啊 之前中國戰狼的外交的延續 其實中國戰狼外交是為了什麼 為了就是要掀起民主主義的 民粹式的那種情緒反應嗎 當今天中國的戰狼外交官 在罵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的時候 中國的小粉紅就跟著罵啊 對你杜魯道怎麼可以站在美國那一邊 你怎麼可以站在美國那一邊 然後把這個華為的孟晚舟給關起來呢 像這種就是一種帶情緒的方式 因為人家就會本質 大家在孟晚舟事件會問一件事 就是孟晚舟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人家世界規定說不可以比如說 協助伊朗取得一些機敏性的科技 這件事情呢 你看中國政府就很順的把它給轉掉了 他不去談這個伊朗跟這個加拿大之間 還有這個孟晚舟之間的事情 他談的單純就是喔 你加拿大怎麼可以辱華 光是一件事情呢 就把風向給帶走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辱華是門好生意啊 而且辱華跟戰狼外交呢 是一門非常好的帶風向帶情緒的方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 中國歷來只要遇到有狀況的時候呢 就會發動這種民族主義式的 對外馬上採取統一方向 所以到最後這些人呢都被叫小粉紅嘛 因為動不動就出征人家嘛 那這一次更是極致啊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呢你看這個反送中的時候辱華 你還可以講說這是國家主權之爭 對不對 然後講說境外勢力 你們這些人怎麼可以去聲援香港的 這些團體呢 這一次是奧運耶 而且奧運呢 是你的選手打輸人家 然後你們也在罵人家辱華 你想想看那一對我們講說日本的混雙 小粉紅跑去灌人家灌到水谷准出來一整個翻臉喔 水谷准一開始呢還沒有跟他們計較喔 到後面水谷准就直接把他們那種恐嚇人家 叫人家去死的這些東西 把他貼到自己的那個這個IG跟推特上面去 然後就講說你們這小粉紅你看 而且水谷准還特別講就是來自於某國 這個某國講的就是中國嘛 然後他講的很清楚嘛 全世界都知道是哪一國 對他一講嘛 而且呢日本人韓國人都知道他講的某國是誰嘛 所以你就發現某國則就是中國的小粉紅嘛 那你想想看喔 連奧運這個跟國家主權無關 純粹就是你的金牌被日本人拿走了 然後你就去出征人家日本人 那你告訴我 你有看過這麼阿靶的嗎 就全世界只有你可以包贏 其他人都不能贏 金牌只有你可以得別人都不能得 你不覺得這種比賽好累嗎 可是更妙的是小粉紅也不是只有出征這個 我們講說水谷准啊 小粉紅還出征很多人啊 而且那範圍還變大喔 本來奧運出征的是這個選手 結果現在呢 聯邦自己選手加油打氣的也不行 所以你看到什麼呢 你看到像小S 小S的狀況呢 他是發在自己的Instagram 發在自己的IG上面說 他只是想要請自己的國手吃飯 好的 請國手吃飯 不行 你講到國這個字 台灣是省隊 怎麼可以叫他是國手呢 他又不是國家隊 你就會發現小粉紅定義管得很廣欸 就是國手 然後選手 然後跟這個省隊 他們都有意見 所以呢為了這件事情呢 就痛罵小S 然後隨一堆人去出征小S 但更深層的理由是什麼呢 更深層的理由各位可以看一下 從微博上面你可以看到的是 更深層的理由在這個地方 他告訴你說這個 馬龍奪金 蔡依林屁股都不放一個 台獨運動員 導致立馬發帖支持 這什麼意思呢 馬龍就是我們講說 中國的另外一個選手嘛 他拿到金牌的時候 他說 蔡依林呢 都沒有去幫他出個聲音 講個話 導致台獨運動員 他說的是誰 他說的是我們的那個林陽佩 他說林陽佩 一得名之後呢 立馬他就發帖支持他 那這個東西你看 連蔡依林都拖進去 不是只有小S而已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因為他們認為說 林陽佩 他們認為說 林陽佩其中一個是 時期的弟弟嘛 他認為林陽佩 在這個我們說 比賽贏了之後 兩個人都各自發了臉書 一個發說 我是台灣人 我來自台灣 另外一個就直接告訴你 李陽就跟你說 我的國家是台灣 所以呢 就因為講了這個話 發在臉書上面 小粉紅就認定 你們就是台獨 你們就是台獨運動員 就是我們說的剛好而已 我們說的剛好而已 但是小粉紅就會心碎啊 所以小粉紅心碎 玻璃就會碎啊 所以就會出現像這樣子 一堆微博上面的帳號呢 就說 中國有點骨氣 封殺這些台獨好嗎 然後講的就是誰 講的就是像蔡依林 然後跟小S 然後這裡面更妙的是什麼 更妙的是 小粉紅痛罵完蔡依林了之後 一堆微博上面的帳號 就是說 中國有點骨氣 封殺這些台獨好嗎 然後講的就是誰 講的就是像蔡依林 然後跟小S 然後這裡面更妙的是什麼 更妙的是 小粉紅痛罵完蔡依林了之後 才發現說 人家蔡依林 這個 早就帶過馬龍出場 就是一起登場 幫他打氣過了 然後小粉紅才發現自己罵錯人 現在開始有人在跟蔡依林道歉 所以你就會發現 小粉紅的行為 一整個就是很容易被帶風向 然後被大家翻白眼嘛 那然後呢在這邊 我們分比較輕鬆跟比較 嚴肅解釋一下這個小粉紅的狀況 比較嚴肅解釋是說 這裡面牽扯到的是兩岸分歧嘛 為什麼 因為小粉紅不爽 是因為他們面對到的 小粉紅自己的共產黨政府 整天都跟他說擁有台灣的主權 但是呢台灣的上面 所發行的鈔票也不是你印的 台灣的治理跟你也沒有關係 台灣的軍隊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你只是因為國際奧委會的決議 所以你們一直認為說 喔台灣能夠參加奧運 都是來自於中國的恩賜啊 小粉紅就是這種認知啊 所以當李楊說 我把金牌獻給我的國家台灣的時候 小粉紅就崩潰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恩准你參加奧運 你竟然在給我搞台獨 所以小粉紅情緒受不了 這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講的是這個 然後所以下面他就告訴你說 戴資穎的事情還是不管是這個我們說小S的事情 他們氣的是什麼 小粉紅氣的是說 誰你們這些中國的選手都可以輸 但你們就是不可以輸給台獨 輸給台獨就要氣上加氣 這就是小粉紅讓你看了覺得 一整個莫名其妙的地方 但是我們要這樣講 除了紐約時報這一篇之外 另外一個外界在懷疑說 這一波中國為什麼要讓這麼多小粉紅帶風向 請問奧運今年是第一年半嗎 不是吧 紐約奧運在2016年 然後北京奧運在2008年 這麼多屆這麼多年奧運了 以前小粉紅有出征成這個德性嗎 沒有吧 失心瘋了這次 今年小粉紅到處出征 到處得罪人 所以當然就有人這時間懷疑一件事情 為什麼 實際太巧了 什麼實際太巧了 鄭州大水剛剛學哥在講 那另外一個是 疫情在發生 從南京的入口機場 一路蔓延到15個省 跟很多的城市 那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這裡面耽誤到許多人的 那個我們說他的生計 你知道中國把這種封城 甚至封區期間不能做生意的行為 他們叫什麼 叫關門運動 就是又要重新面對一次關門運動 我們台灣在降級解封的時候 他們在關門運動 那你想想看關門運動 衝擊很多人的生計嗎 那這些人是不是當下被影響 尤其是前陣子是鄭州大水 現在正在發生的是關門運動 可能要開始 那兩件事情都發生在一起的時候 人家當然就合理懷疑一件事嘛 理論上現在是中國的民怨 應該要起來的時間 應該是民眾要檢討政府責任的期間 結果你現在這個時間會不會是順勢 你讓民眾把情緒 尤其是年輕人 引導轉到比賽跟選手身上去嘛 因為年輕人是最好被帶這個風向的嘛 為什麼因為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講 他可能還不一定有扛家計啊 而且上IG 那不是要翻牆嗎 是啊 要翻牆啊 你想想看 對中國五六十歲 你難道叫他翻牆做這件事嗎 中國的四十歲 五十歲六十歲 忙著生計 基本上已經忙到 已經沒有時間去做這種翻牆 還去給你洗版 還去出撐 所以有人才會說 中國政府會不會是因為 內政上有這麼多的 有的沒有的事情 又是鄭州 又是大水 然後有失業等等問題 所以乾脆給小粉紅一個出口 你們就放心的去出征這些藝人 放心的去出征這些選手 但是大家就會問一件事嘛 就是這種類型 跟我們講說打興奮劑 迷幻劑是一樣的 你能夠迷幻多久 最終小粉紅都要長大 回歸面對共產黨的社會 創造出來的試驗室問題嘛 所以你才會發現說 這種類型的行為 小粉紅或許覺得現在很爽啊 但是在外交上造成的破壞跟代價 這個以後呢 其實終歸還是要拿出來還的啦 不過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是要一次對外的 但是有人真的是欠罵 就問一下這個俊憲 在這個時間點 戴資穎三度代表我國出征奧運 還不夠辛苦嗎 然後當然他在這個 這次拿到銀牌之後 他確實是有說 也許就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奧運了 但是他休息過後 他會再思考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戴俠琳他誰啊 前提委會主委跳出來 我們來連署啊 讓這個戴資穎繼續打啊 所以網友說你是怎樣 情緒勒索嗎 然後呢講到這個獎金的問題 坦白講林洋沛 我跟你講台灣人看到他們 沒有不喜歡的啦 這麼可愛啦 結果現在一看到 為什麼林洋沛獎金會差三百萬 是因為柯文哲 怎麼會這樣呢 這個戴資穎這場比賽 我看這個台灣人很少舉國 同時去關注單一事件 哇我看這個台灣人很少 舉國同時去關注單一事件 真的破紀錄耶收視率 聽說那些收視率好像十八點多 真的破紀錄 這個可能就在過去老三台的年代 才會出現 那時候沒有電視可以看 才會有那麼高的收視率 五百多萬個人 同時間在看戴資穎 對真的都很關心 那這個就是台灣跟中國的不同 但是你輸啦 那我們是不是希望他得金牌 沒有拿到 我們一樣給他掌聲 那是一定 一樣鼓勵他 如果中國選手被罵慘了 丟了中華民族的臉 真的 所以喔 台灣還是非常可愛 沒錯 但是因為 因為就是太多人關心戴資穎 這個小戴 你看 這個來 戴俠琳 戴俠琳 這個來 這個標準就蹭小戴的熱度 對啊 他說 請大家連署 來讓小戴呢 去參加二零二四年的巴黎奧運 奧運會 哪有強迫選手去參加下一屆比賽 對啊 就大家連署 那你連署過了以後是怎樣 是逼國家一定要派他去 還是逼這個選手 你也非去參加比賽不可 對 你從來有沒有考慮到 人家這個選手 他的個人生涯規劃是如何 而且我平常聽講 昨天博雅在我們節目裡講 他之前為了吃大運 幫台灣拿一面金牌 他是犧牲掉他這個世界球後的積分 你們現在覺得還 你有什麼資格逼他出來 他們台灣已經做很多了 而且職業選手的運動生涯有限 三年的變化會非常多 對 所以什麼樣的狀 什麼樣的事情一定是要慢慢累積 然後現在又 而且用連署的方式 逼選手要去參加下一屆的奧運 真的誇張 這個很明顯是來蹭這個熱度 不知道是哪一個外行人 就不是了耶 但俠嶺是當過體育署署長的 出來講這個廢話 這個就是這段其實我們常看到的 一堆人要出來蹭這些熱度 其實政府這幾年對體育做了很多事 第一個2017年立法院修改了國家體育法 這幾十年沒修過法律 國體法確認選手團體比賽 那這個法律可以說是把過去很多體育的問題 沒有規定清楚的做一個大修改 第二個當然就是要投入資源 國民黨這個戴俠嶺 他當過體育署署長嗎 國民黨時代整個體育署的預算 沒有超過一百億都九十幾億 民進黨到今年體育署管控的經費 已經超過一百四十億 那另外呢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就是比賽很多很多大膽喜歡的選手 那總統臉書除了會恭喜他以外 他會貼出一些照片 不是像有的人只是貼選手照片 小英總統會貼出他跟這個選手的合照 而且都是很早之前就拍的 不是因為他得了獎買才跟他拍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總統啊 他跑了很多次啊國家訓練中心 國訓中心 國訓中心啊從馬政府時代 一年預算超過四億 到今年到今年大概到十七億了 十六點八億增加了四倍 他除了最一流的設備以外 表達重視就總統長長去 小英總統去好幾次 你有那個心才會做得好嗎 所以我們只要持續 有這麼樣多的觀眾熱情 那我們在持續推動體育的改革 我認為臺灣在未來的體育賽事 成績決定會越來越好 不過講到這裡 你看看臺灣這個民眾對選手的支持 那真的是素質可愛 講到這裡你看看到那個小粉紅 我真的都驕傲起來了 沒錯啦就是說 中國小粉紅真的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贏了也要罵 輸了還罵 什麼樣都罵 到底你可不可以停止不要罵 然後跑去出征小S 跑去出征蔡依林 你知道現在最新名單是出征徐家瑩 啦啦徐家瑩 出徐家瑩 真的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那徐家瑩不過PO了一個文說 實在是太好看了這個奧運比賽 好激勵人心 他文字只是這樣喔 他下面用了小圖 然後小圖呢 中國小粉紅就看說 你的小圖為什麼都是羽球 舉重 柔道 高爾夫 射箭 這些都是台灣有拿牌的喔 所以你徐家瑩是個台獨狗 誇張喔 我的天哪 有沒有水準啊 我真的忍不住要罵人 沒錯 他不過就是那個小圖嘛 然後就被罵是台獨狗 現在整個這個 有沒有讀書啊 就只會用這些形容詞了是吧 沒錯 然後就逼著徐家瑩說 你快點給我出來 講清楚 你是不是愛國的 不然我要把這個 你的歌單全部刪掉 算是夠了 對 就是他們已經瘋狂出征到一個 離譜 離譜 這個凡人無法理解的程度了 可是呢 他們在這個狀況底下 不管誰他們都要罵 贏了陳語菲他也要罵 罵陳語菲說 你這個太軟了 這不好看啊 然後輸的當然就一定是罵的嘛 他們有一個人不罵 而且這個人還輸了 輸了還不罵的 就是中國那個打網球 會一直罵出話的那個 我吵我吵我吵的那一位 他叫做陳清辰 只有陳清辰沒有被罵耶 小粉紅哇給他鼓鼓掌 然後呢就說 陳姐我愛你 陳姐牛逼 陳姐最棒 你就是我們心中的金牌 展現霸氣 我們中國文化就是講髒話 我的天啊 就是這一位 我們永遠就是講髒話 對就是這一位 就合了小粉紅的口味 然後你看這個陳清辰 他其實有在微博上面說 我的發音可能不是很好等等 他有這樣子的發文 可是整個微博 九成都是在挺他的耶 就根本沒有 沒什麼人在罵他 而且他還輸了耶 他並沒有奪金耶 他是神贏的 對就是你看看小粉紅現在 張狂到了這種程度 那我覺得就是說透過奧運呢 也看得出來每一個國家 展現出來的那個素質 和氣質質感 對 譬如說我們的麒麟 還有我們的李楊 對 林楊佩 你知道嗎 太讚了 他們打那球好看的不得了 真的 然後呢王麒麟跟李楊的那個 他們PO說告訴我這是真的嗎 我來自台灣 我讓世界看到台灣 一百萬個讚 真的 一百萬個讚 應該的 對 就是說他們打球的那個 那個堅持 那個拼勁 那個賣力的程度 讓全國都激動了起來 都團結了起來 一百萬個讚 而且我有去給他留言 王麒麟還來回我的讚 我開心了不得了 我跟王麒麟也有了連結了呢 那我覺得他們兩個大男孩 展現出來就是 有禮貌 很自信 但是一點不驕傲 而且純真 對 很真誠 他們開心就是開心 他們也不會諱言 很假先的說 哎呀我考試前都沒念書 他們就說我真的很努力 我拼了全力 我就是要打 打這場這個羽球 這就是我們台灣未來的孩子 對 然後所以我們在球場上面 我們在這些運動賽事上面 交了好多的好朋友 對 不過為了錢和權殘暴迷失呢 一般人可能還可以理解 但是呢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竟然聽到人類頭蓋骨碎裂的聲音 他會很興奮 而且為了連續殺人呢 還做什麼殺人飯的這個食譜 那另外一個這個殺人魔呢 只是為了一隻蒼蠅耶 他竟然殺了五十六個人 為什麼會怎麼回事啊 其實這是在南韓的歷史上 有一個殺人的那個魔王 這個第一個魔王 南韓殺人魔王其實很多個 而且他至少都十幾個人以上 你才排得上名的 像我們講說這個就是鄭南葵 對不對 他在二零零四年一月的時候 他總開始殺人 他殺的總共一輩子殺了多少 十四個人裡面有十二個女性 男性有兩位 而且還有重傷害二十個女生 全部都是被他殺的重傷害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後來整個殺人事件會曝光 還讓人家整個社會有踏乏 你知道嗎 因為他把犯罪寫成了一個犯罪日記 裡面鉅細迷移的交代說 他犯了罪的每一個事件的那個細節 你知道嗎 他這個殺人的時候 當初還引起整個南韓社會 因為他那時候殺人的時候 韓國跟臺灣一樣 又有一種技術性的廢食 他從一九九七年之後 殺人犯定罪之後 他不執行死刑 所以因為這個鄭南葵的出現之後 南韓社會就要求你政府 一定要恢復執行死刑 否則不能夠 那我們講說他這個鄭南葵 恐怖恐怖在哪裡 他下手非常很多 我們剛才講說殺了十四個人 裡面有十二位是女性 其中兩位男性對不對 他選擇的目標 通常都是小孩子 或者是那種生臟者 就是那種弱社會的弱勢 無力反抗的人 因為他自己個子也很小 你不要看他這個殺人膜 他個子也才一百六十八公分 六十幾公斤而已 所以他覺得說他要殺人的話 他只能挑比他更弱小的人來殺人 這種最壞 他在這個犯罪日記裡面有講到說 他拿刀子面對那種對象 一刀刺下去 聽到看到他那個驚恐的臉龐 跟那個哀嚎的聲音有沒有 他竟然能夠從裡面得到快感這樣 哇真的 可是他殺久了之後 他發現說千篇一律 大家都是阿會叫 都是驚恐的臉神 他就覺得這個沒什麼 他就開始研究用另外一種 鈍氣殺人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他開始研究什麼 你知道嗎 大狼頭 大扳手 那種東西 他說從橋頭上敲下去之後 那個骨頭碎裂的聲音 他竟然從裡面也可以得到快感 你看 誇張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最後 人家講說是快樂殺人魔 而且他裡面還 在那個殺人日記裡面 還註明說什麼 我今天為了要讓自己身體健康 對不對 他除了練長跑之外 他還戒菸 對不對 還吃營養品 他還告訴你說要吃什麼食物 什麼樣的補給品 維他命 吃了會讓你更快樂這樣 更強壯 對 所以你看 他這輩子活的目標 真的就是為了要殺人 對不對 而且他們就是懦夫 沾門條 比他弱小的人 不敢正面對決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殺人就是這樣 而且你知道嗎 更殘忍的是 他還有一段話 讓你聽了會毛骨悚 你知道嗎 他說 從被害人身上 見出來的鮮血 他竟然能夠聞到裡面 有那種興奮的味道 可是你知道嗎 他竟然在法庭 上法庭 在審理的過程之中 那個記者在問他說 你為什麼殺人 為什麼怎樣 就問一些問題 他說 你不知道我是誰嗎 他說我就是殺人 我說多殺幾個 也沒有差 反正都是死刑 而且他說 你真的是 當初是被抓到 搞不好沒有落網的話 我這輩子可以殺掉 一千多個人 你看他就是每天 腦子裡面想的就是如何殺人 好 那除了這個鄭南葵 是一個殺人魔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韓國 還有一個殺人魔 更誇張 這個叫做羽范坤 這個羽范坤 你知道嗎 他殺了六十二個人 誇張 而且殺了六十二個人之後 最後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一隻蒼蠅 為什麼這樣 不是因為他可言蒼蠅 他有一天啊 他就在家裡面睡覺 睡覺的過程之中 他女朋友覺得他胸口 在那邊停了一隻蒼蠅 就很直覺就拍他一下蒼蠅 想把蒼蠅拍掉 對不對 哪知道拍到他之後 把他吵醒了 他覺得說 你把他插進去 我在睡你把他插進去 我很壞 所以他就開始 接下來就瘋狂的殺人 誇張 那你知道嗎 這個羽范坤 他父親是警察 所以他從小而想當警察 可是他真的成績太爛 可是他到了海軍路戰隊 去服役的時候 他就開始 哇 他就狂練他的射擊技巧 所以他後來就因為這種 特級射手的殊榮 他順利當當警察 而且剛開始還被選進去 在青瓦臺當警衛 在總統府當警衛的話 那表示你前途還不錯 對不對 有希望 可是這個人不能夠喝酒 一喝酒之後性情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一轉變之後 這個人家就叫做瘋狂的老虎 所以那個時候沒辦法 因為你工作都不認真 而且常常性殼大變 惹了很多事情之後 就把他調在一個 上興南道的一個小的警察局裡面 去當那個巡警 所以他那個時候 整個個性就變了 更加火爆 那後來他去那個地方 他認識了一個女朋友 他就乾脆就住在他女朋友家 為什麼 因為他住在他家裡面 反正我是外地來的 認識這個女朋友之後 住在家裡面也可以節省一些開銷 什麼東西 可是就這樣 你知道嗎 那天他女朋友拍了他那隻蒼蠅之後 他打了他女朋友一頓 反正我是外地來的 認識這個女朋友之後 住在家裡面也可以節省一些開銷 什麼東西 可是就這樣 你知道嗎 那天他女朋友拍了他那隻蒼蠅之後 他打了他女朋友一頓 他家裡面的人還出來圍捕 誰出來 他女朋友家人出來勸架對不對 誰出來勸打誰這樣 後來大家都躲得遠遠的時候 他也覺得無聊 他就自己摔門就走了 出去之後他跑去喝酒 又喝得爛醉之後 跑去警察局裡面開始 把裡面的兩支卡冰槍 一百多發子彈跟七枚手榴彈 全部都帶出來 人家講說他去拿槍 為什麼其他人不阻擋 因為其他人看到他拿槍出來 對空就開了兩槍之後 大家怕就怕死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開始 走出去之後看到人 尤其那個村長的小女兒 看到他背兩把槍 覺得很好奇 跑過去要拉他的槍 他覺得說你是要搶我槍嗎 對那個小女孩就拿起來 一槍就把小女孩給幹掉 那個時候很多人 很多人聽到出來 你看鄰居出來聽到 附近的人出來之後 他就對著拿著槍對著他掃射 那接下來你知道嗎 他拿著這把槍的話 到處跑 他跑去那個電信公司裡面 把三個電線電話接線員 先打死之後 因為為了什麼 讓整個村子陷入那個通話 不能通話 不能對外求救的情況 要斷訊 對那這個村子殺完之後 他就跑隔壁村 所以你知道嗎 他從那天晚上到隔天的凌晨 總共在五個村子裡面 進行瘋狂濫殺 你知道嗎 五個村子超衰的 對啊那時候大家就覺得很奇怪說 難道都沒有警察嗎 我跟你講這個事情更扯 當初那個警察局長 因為那一天去度假旅遊 所以整個警察局裡面 很多人該混的就在混 那你知道有的人 第一個他的村子裡面 警察接到報案之後對不對 因為槍被拿光了 你總不能拿警棍去圍捕這種槍擊要犯 竟然就當作沒事一樣 那村民實在不行啊 你在五個村子裡面 這樣瘋狂的殺戮啊 接下來不知道要殺死多少人 竟然翻山越嶺 跑到外面 求救大城市的警署 你知道嗎 後來等到員兵來的時候 才把這個這個這個 宇泛坤圍捕啊 進行圍捕的時候 大家才覺得說 你這警察真的很陷 真的誇張 對啊後來這個宇泛坤看到說 這麼多的外地警察 都來圍捕他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逃亡 已經逃亡無路了 所以他最後竟然把身上的手榴彈 剩下的兩顆手榴彈 綁在身上之後 再抱著四名人質啊 把他引爆一起死 你看 所以總共最後造成62個人死亡 這件事情當初在韓國 也引起很大的社會轟動 你知道嗎 當初整個社會就要求說 你總統全斗煥一定要下台 為這件事情負責 最後什麼 他們的內務大臣 就是那個內政部長 還有警察局長 下台之後 下台之後 沒有問題 不相當就 喜歡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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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